當初會想要念台大外文系 當然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它是台大外文系 念台大外文其實未來的出路還很廣 畢竟你要一個高中生 已經立刻想到說未來之涯 一定要做什麼還是偏少數 我覺得我大學碰到最大的迷茫 第一個是在於說 有沒有真的要去當歌手這件事情 當初會決定要當歌手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是覺得 人生不想要留下遺憾 台大畢業去當歌手的人很多啦 有時候我覺得學歷其實不是那麼的重要 而是你的熱情是什麼 你有沒有願意去勇敢的嘗試 你有大把大把的時間可以去嘗試 怎麼去善用你的時間 把它放在最適合的地方 就是你的課題